嗨,大家好,今天想给大家总结一下9月的爱用品,顺便给大家推荐一些好物,包括之前购买的一些产品也算有一个update。 9月份真的是一个比较难以下定论的月份吧,这么说,因为首先买了不少新品,主要集中在彩妆上,包括粉底啊,就是不停的一直在买买买,用用用,还有退了一些。 对,然后包括眼影也是我最喜欢的三个牌子,Charlotte Tilbury,Natasha Denona,还有Pat McGrath家的眼影盘都在这个月初了,就是2019年的限量盘,所以我也陆陆续续都买了之前CT家的眼影,还有包括Natasha Denona的那个大都会盘也都给大家做了测评。 Pat那个呢,我需要再用一阵子,再给大家做测评,因为Pat我想说的还蛮多的。 还有就是底妆也是买了很多,然后给大家做了底妆的合集,我会把之前的这些视频的链接呢放到下面,以供大家参考,如果感兴趣的话。 对,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季节吧,你说它冷呢也没有特别冷,因为还是在夏天的尾巴,还有秋老虎。 你说它热吗,但也没有那么热了,因为就是偶尔热一天,然后也就会温度再会降下来。 所以北加州这边的天气呢,还有就是夏天特别的干燥,现在也不能说算是开始湿润了,尽管已经开始下雨了。 所以9月份我真的还就是找不到一个特别好的就是换剂啊,换护肤品这样的话题给大家多聊,尤其是在护肤品方面。 再加上我这个月出差比较多,所以化妆大部分用的都是那种比较通勤的眼影。 然后护肤也是以维稳为主,没有就是从夏天到秋冬这样的护肤品这样的更新换代。 所以今天就给大家讲一下我9月份用的比较多的吧,有一些已经不是新品了,但是还是想拿出来给大家说一下, 我之前老生常谈过很多次的产品,在这里我就不再提了,或者是提一下不再详细说了,重点还是想给大家介绍一下之前没说过的一些产品。 好,那我们现在就马上开始,首先介绍一下我的肤质,我是30岁出头,亲熟灵机,我的肤矿呢基本上就是根据季节的变化, 夏天偏干,然后冬天就还可以,就是普通的混油机。 毛孔问题主要集中在鼻翼的两侧,然后鼻子上也是有黑头之类的呀。 我的肤色算是偏白皙吧,就是如果你看色块的话,我是在fair to light,甚至就是light那个区段, 我一般是light那个区段的100或者200,对,就是这样子。 那我们马上开始,先说护肤品。 首先,因为我出差比较多的原因呢,我就保养类的加得比较强, 首先,出差回来我第一件事就是一定要去一个角质,然后做一个深层的滋养。 去角质呢,我这个月用的比较多的是这个冰岛的品牌, 叫做Blue Lagoon,这个牌子它下面的有一款面膜叫Silica Mud Mask, 就是冰岛那儿有一个很有名的温泉,它叫做Blue Lagoon, 它就是相当于一个resort吧,你就去,然后可以在这儿泡温泉呀, 可以做spa,做facial,然后还有就是衣食住行,就是一套all exclusive resort, 还蛮有名的,这个是我在之前冰岛转机的时候买的, 这个在美国怎么买比较方便,比较划算,我还真的没有具体查, 因为我去它的官网看,这个Silica Mud Mask,它是要,这是100毫升, 它是要100多美元,我觉得有点夸张了,我是在机场买, 我记得好像是60美元的样子,虽然也不便宜吧, 但是至少不会那么贵,大家可以去department store或者是Amazon上搜一下, 它里面就是这种白色的膏体,然后里面有非常细的磨砂颗粒, 它就是纯天然,就是那个Blue Lagoon里面的它的那个泥, 它提炼了之后做出来的成分非常的好, 我就大概后敷个五分钟左右,然后它就干的差不多了, 然后我就再加水,那么就是按摩一下, 把那个小颗粒按摩脸上去到一个去角质的作用, 洗完之后脸上非常的干净,也不紧绷, 这个是我非常推荐给大家的,如果大家觉得官网的价格合适的话, 或者是去冰岛玩,或者是在冰岛的机场转机, 不妨买一个这个,试试看,我觉得非常好用, 对,这是它,其次就是另外一个面膜呢, 就是这个说过很多次了,Dermalogica家的这个Multi Vitamin Recovery Mask, 这是我每次就是坐完了飞机之后, 必涂的一款面膜回到家,一定要就是充分的保养, 它涂完之后,敷完之后呢,脸上就是非常的有营养, 感觉被深层的滋养了,保湿效果非常的好, 涂完之后觉得脸上水当当的,不是烹起来那种水当当, 就是感觉你的皮肤深层被补水了,对,这个我是非常喜欢, 另外再说一个补水面膜,就是Fresh家的这个Rose Deep Hydration Sleeping Mask, 它是隔夜的那种面膜,它是分两个, 一个是凝胶,先涂这个,另外这个有点偏向于Gel Cream之地的, 再涂这个,这个我非常喜欢, 它就是味道也是Fresh家很天然的那种味道, 我一般就是出差回来, 头一天晚上都会用它, 就深层的补水一下, 我觉得非常的好用, 它会成膜很快, 把脸上就是有一层膜给你锁住水分, 第二天早上起来洗脸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那层膜还是在的, 然后脸上也不泛油光, 保湿效果非常的好, 同时它也不沾枕头什么之类的, 所以不必担心使用感上有缺陷这样的问题, 对,最后一个面膜来跟大家说, 就是香提卡的那个钻石面膜, 这个是我之前, 我跟我一个闺蜜都特迷, 我的闺蜜也很喜欢它, 香提卡加它的那个成分就是很天然嘛, 以植物主打的, 它这个就是抗老紧致的, 紧致的效果没觉得出来, 抗老效果也没觉得出来, 但是就是因为出差回来之后, 就是脸上难免就是要干啊, 要就是比较累, 比较疲惫吧, 尤其是回了两三天之后, 那个感觉还是会在的, 所以用这个晚上, 我一般是把它当做过夜面膜用, 对, 然后我就用过那么两三天之后, 就感觉比较那个气色可以恢复的蛮好, 不能说容光焕发吧, 但是用完一晚上之后, 第二天起来会发现皮肤是有光泽的, 不像就是那么暗淡了, 对, 所以这两个面膜我都是非常推荐, 非常推荐给大家, 如果你有长途的旅行啊, 什么之类的, 之后的recovery是非常好的, 对, 这是面膜类的, 然后跟大家汇报两个之前买的, Sephora打折的时候买的产品, 一个是这个CORA, 它那个VC的精华, 叫Nani Bright Vitamin C Serum, 这个精华我非常喜欢, 我已经用了一半多了, 感觉好像快用完了的样子, 我一次是压四泵, 从全脸, 然后包括脖子一起涂, 就是我用量还蛮大的, 就是中间我月初的时候过敏, 那阵没有用它, 过敏结束之后我又开始用了, 因为我觉得VC毕竟还是对皮肤, 有一点点刺激性, 这个非常的好用, 它首先成分非常的天然, 我非常喜欢它的味道, 所以早上用VC精华这个事呢, 让我非常的赏心愉悦, 用这款产品, 因为那个味道就是, 鲜榨的橘子汁的那个味道, 沁人心脾, 所以早上洗完澡用这个之后, 非常的有幸福感, 对, 还有就是它真的对皮肤, 就是有提亮的效果, 因为我之前过敏的时候, 脸上没有多这种, 没有用这种功能性的产品吧, 算是, 等到恢复之后, 觉得那个脸上就有一点, 暗淡无光, 然后又正好也起了一些痘, 还有痘疤痘印什么之类的, 用了它, 又连续用了两三周之后, 我觉得现在脸上那个光又毁了, 我还蛮喜欢的, 所以这个也是强烈推荐给大家, 在众多的VC精华护肤品当中, 我觉得它算是比较出挑的一个, 对, 还有就是这个, Use to the people的它这个喷雾, 这个喷雾我非常的喜欢, 我出差带着它, 真的是保湿效果非常的好, 它里面是不含油粪的, 所以不含油粪的保湿喷雾能保湿效果能做到这么好, 我真的还是蛮惊艳的, 这个我一定是会再回购的, 在这里强烈推荐给大家, 对, 这是之前Sephora打折的时候买的两个产品, 对, 另外一个护肤品呢, 就是这个Polus Choice, 它在身体的一个body lotion, 它是叫做weightless body treatment, 2%BHA, Cylytic Acid plus Antioxidant, 它是跟那个灰瓶的那个2%Cylytic Acid那个solution, 是一个系列的, 我当时是买了它一个套装, 我觉得用了一阵子, 可以现在给大家汇报了, 这个产品非常的好用, 我之前, 因为身体上有时候会容易起一些湿疹之类的, 你知道湿疹推下去之后, 这个皮肤难免会有一点点粗糙, 然后我用它之后, 皮肤变得非常的平滑, 然后它的保湿效果非常的好, 保湿效果也非常的好, 所以我身上其实非常干的, 但是用它感觉这一天下来, 皮肤都是, 身上的皮肤都是保湿效果, 就是程度是我非常满意的, 它顺便又有给你的身体去角质, 然后有平滑皮肤的功效, 所以这款推荐给大家, 它也不贵, Police Choice的东西, 对, 都是这样子, 这就是所有的护肤品了, 然后我们接下来说彩妆, 首先说两个眉部的产品, 首先我想跟大家推荐的是这个, Fenty Beauty的这个眉笔, 大家知道我画眉毛呢, 我是比较矫情, 我这个眉头一定是要用浅色的, 然后眉尾是用正常的深色的, 因为我不会用这个眉笔上带的那个 Spoolie, 就是那个小毛刷来晕染前面, 所以我前面一定要用淡色的, Fenty的这支呢, 就是想推荐的这个是我在眉毛前面用的那个颜色, 它的那个色号叫做, Light Blondie, Light Blondie, 对, 就是这个颜色, 它, 这是小刷毛的那头, 对, 你看, 就是一个很普通的Blond的颜色, 我觉得很配黄种人的这个皮肤, 因为它不是冷调的那种, 它是偏中性调, 它也不是特别暖, 对, 所以这个颜色我非常喜欢, 今天眉头就是用它画的, 然后我重点想要说的是, 它这个小刷子, 它这个小刷子跟别的眉笔的那个Spoolie都是不一样的, 我们中文说眉刷, 但是其实都是指的那个Spoolie, 这个真的就是brush, 就是那个眉刷, 非常的厚实, 然后我觉得这是我目前用到的所有的刷眉毛产品里面最得心应手的, 它非常的结实紧密的一个小刷头, 可以把眉毛前面刷的很漂亮, 我很喜欢那个英国彩妆师Lisa Aldridge, 她也用这款眉笔, 然后它的形容, 说它这个眉刷是very satisfying brush, 我觉得它这个形容是非常的好的, 因为这个小刷不管是用手摸起来啊, 还是在眉毛上蹭晕染的时候, 这个感觉都是非常好, very satisfying, 对, 一点都没错, 所以这支Fenty新出的极细眉笔推荐给大家, 其次, 这个新买了一个Anastasia Beverly Hills的它的这个眉胶, 色号是medium brown, dip brown gel, 所以这个眉胶呢, 首先它这个头, 我知道现在眉胶的头基本都是这样子的, 所以这个头没有什么特别的, 但是我想说的是它这个质地, 它是有那种小小的fiber在里面的, 所以我刷这个眉头的时候非常的方便, 可以刷出根根分明的效果, 而且能把我眉头这个很短的, 很稀疏的眉毛能刷住一点来, 所以这个是我非常喜欢的, 对, 这个我推荐给大家, 如果你像我一样, 眉毛不是特别的浓密, 然后用其他的眉胶都是一下就刷到皮肤上, 而不是刷到眉毛那个毛上的话, 我推荐这个, 它可以让你的眉毛有一点点增长的效果, 同时定型什么也都非常好, 对, 这两个我推荐给大家, 好, 接下来我们说, 撒黄产品, 这个月用的比较多的就是, Ilea的这个Color Haze Multi Matte Pigment, 这个我在之前的, 就是旅行化妆包里面给大家推荐过, 这里再给大家上一个色吧, 它这个既可以做腮红, 也可以做口红, 也可以做眼影, 当然我从来不用它当眼影, 我就是把它当, 腮红和口红化的, 这个颜色就是那种, Burned Orange, 但又不是那么, 黄调不是那么重的, 还是偏红调的一个颜色, 我非常的喜欢, 而且我觉得这个颜色, 真的就是适合这个季节, 你如果再冷一些的话, 这个颜色看了就偏清透了, 因为它毕竟还是一个, 要用手上, 或者是用刷子上的, 不是像粉质的那样的, 那么Pigment, 它是比较subtle的一个颜色, 上在脸上之后, 就是再冷一点的话, 这个颜色就有一点太subtle了, 如果再暖一点的话, 这个颜色又有一点点, 怎么说, 对我来说有点厚重, 我夏天的时候喜欢用再清透一点的颜色, 所以我觉得, 哎, 9月份, 10月份的时候非常适合, 这个颜色就是天将冷不冷, 但是又有一点点降温的时候, 对, 这个颜色非常适合, 我强烈推荐给大家, 它的色号叫做stutter, 对, 嗯, 接下来我们说眼影, 首先我来说这个吧, 这个月最爱用的就是Natasha Dinona, 她的这个大都会盘, 我之前给大家做过详细的测评和对比, 我会把链接也放在下面, 给大家看, 如果感兴趣的话, 这盘我真的就是灵感被她激发了很多, 像我今天的眼影也是用她画的, 就是出差画了一个星期的比较通勤的, 比较无聊的眼妆之后呢, 回来就赶紧就是各种给自己折腾, 画这种带色彩的颜色, 所以今天一下画成这样了, 但是就还可以吧, 大家看, 今天画的这个眼妆呢, 就是用的这三个颜色, 这四个颜色, 这一列, 对, 我还, 我还蛮喜欢的, 今天不用, 不用开会见客户, 所以这个眼妆自己折腾着玩, 挺喜欢的, 它的粉质真的非常的好, 对了, 还有就是它的那个mat的粉质变成了creamy powder, 就是, 就是非常的不飞粉, 就是完全不飞粉的那种粉质, 所以我觉得Natasha在这一盘里面又达到了新高度了, 对, 然后还有另外一盘用的比较多的, 就是Bobby Brown的这个new drama, 这盘我买了很久了, 大概有一年了吧, 但是都没怎么用过, 因为Bobby Brown, 你知道这个牌子它就比较保守, 现在大家都是比较推崇Natasha, 或者是Pat这样的颜色和这样的品牌了, Bobby Brown这个牌子的确是有一点点显老气, 但是我真的很喜欢Bobby Brown这个牌子, 就给大家大概看一下吧, 我给大家信用一点, 就是我不全部刷色, 但是我想给大家介绍这一盘, 它这一列全部是雾面, 然后这一列有这三个是那种细闪, 然后这个是大的闪片metallic, 然后这一列呢, 就是这个黑色是雾面, 然后这三个又是, I'm sorry, 这两个颜色又是比较, 就是也不能是带细闪的, 然后这是一个大的闪片, 就是Bobby Brown家的这个眼影呢, 它的那个glitter非常非常的细致, 就是我觉得没有任何一家的那个glitter, 有它这个这么细致, 用在脸上, 用在眼睛上, 尤其是在阳光下, 或者在灯光下, 就是那种twinkle twinkle, 就是星星在闪耀的感觉, 真的是钻石般的光芒, 是那种细致的钻石般的光芒, 我没有看到任何一家的眼影, 是做到这么细致的, 在闪片方面, 我给大家刷两个颜色吧, 就给大家看一下, 雾面色我们就不刷了, 因为它雾面色的确挺普通的, 我来刷这个颜色, 然后再来刷这个颜色, 对,是这样子, 可能在镜头上看不出来它的美, 觉得可能跟其他家的都差不多, 但是我强烈建议大家靠柜刷一下, 这个Bobby Brown的眼影, 我觉得还是怎么说老牌的眼影吧, 还是很值得投资的nude drama, 尤其是你也是像我一样, 这种经常化通勤妆的, 然后平时不是花样特别多的, 基本上就是大地色调, 要以工作化妆为中心的这样的习惯的话, 我非常推荐这一盘nude drama, 对,就是这个月又把它拿出来用, 我忽视它太久了, 放在那里我好像买了之后, 就用了一次就再也没有用过, 这已经是一年前的事了, 这个今年好歹是赶紧又拿着它用, 觉得还是非常的美, 对,这是它, 接下来就全是说唇膏和唇彩了吧, 唇膏用的比较多的呢, 就是这么几支, 首先我想说的是一个裸色的组合, 我嘴上的这个唇膏的颜色就是CP家的这个pillow top, 大家都知道了, 但是我今这个月呢, 收到了一支他们家的那个lipliner, 就是叫Iconic Mood, 就是之前买那个梦幻眼影盘, 新出的那个长条给你们盘, 给大家做过介绍的, 当时它那个网站上有一个code, 就是也是有一个小伙伴留言告诉我的, 加一个code就可以收到一支免费的唇线笔, 诶,这个唇线笔我非常的喜欢, 画出来就是这个颜色的, 非常的nude, 现在在我嘴唇边上就是这个颜色, 它加上这个pillow top, 给大家也是放在一起, 你可以看, 它比pillow top的颜色呢, 更稍微深一点点, 当然也是非常的裸, 我觉得这个组合蛮好看的, 就是你想要嘴唇化裸唇妆的时候, 又有一点点花样, 然后就是勾勒唇形勾勒的非常的完整的话, 这是非常好看的, 可能是比较90年代吧, 这个画风, 现在好像大家可能不太喜欢用偏深一点的唇线勾勒唇形, 然后再用稍浅一点的口红画这个涂满唇谱, 可能这种画法已经不是特别的流行或者赶时髦了, 但是我还蛮喜欢的, 所以如果你想画一个比较90年代画风的妆效呢, 这个我也很喜欢, 还有就是你看我今天这个眼妆画得很浓, 然后腮红画的就是提气色嘛, 不然的话这个脸上看的会有一点点呆板, 然后唇部就是要画一个比较裸的一个唇色, 我刚画完这个Pillow Talk之后呢, 我觉得它有一点点, 不能说wash out, 就是看起来脸上没有那么有生气嘴部, 所以我就加了这个lip liner, 我觉得一下子变得非常的好看, 但它也不会抢你这个眼妆的细, 就是它重点还是在眼妆这个妆面, 但是唇部就有一点点小心息在, 我觉得这个还是蛮好的, 对, 所以这个组合推荐给大家, Pillow Talk再加上唇线笔叫Iconic Mood, 对, 然后接下来说, 还有就是这个月用的比较多的一个口红, 就是它之前CT家的那个罗嘉玲色, Corona Star, 对, Corona Star, 这个颜色就比较妙, 这个颜色就比较干了, 我不是特别喜欢它这支干的质地, mat的质地, 就是我一般要是打底要做好, 但是这个颜色是非常好看的, 而且我觉得9月份真的用这个颜色, 到10月份天气一冷下来, 或者是到深秋的时候, 这个颜色就有一点点hold不住了, 就有点淡, 我喜欢到真的到秋天之后呢, 我会想要用更深一点点的颜色, 对, 所以刘嘉玲色CT的这个月也是爱用, 接下来想说的这支是新出的Dior的这个染唇蜜, 它的是Rouge Dior Ultra Care Liquid, 它的色号是808, 是很火一支色号, 网上老段, 老段段号, 但是我就是在Dior的那个, 它自己的那个店买的, 这个颜色真的非常的美, 对, 非常的美, 是那种, 不能说是豆沙色, 它有一点点偏橘, 对, 有一点点偏橘, 哎, 这样, 跟刘嘉玲色比起来就没那么橘了, 但它是那种, 怎么说, 豆沙橘色, 我实在是形容不太出来, 它的质地非常的轻薄, 就是木丝状的, 涂在嘴上, 虽然是mat的质地, 但是不干, 它说是长效持妆了, 我觉得没有, 隔着两个小时还是得补, 但是它脱妆的那个样子也很好看, 没有染唇的效果, 但是比一般的mat的唇彩或者唇膏已经滋润了, 非常非常多了, 所以你还是得勤补妆, 这是那个系列里面, 我就买了这么一支, 其他的我都不准备买了, 因为我觉得口红已经够多了, 就赶时髦买这么一支新品, 而且真的是我非常喜欢的颜色, 它里面有那种非常非常小的闪, 你基本上是看不出来glitter的, 就是那种小小的sparkle, 所以基本上看不出来, 但是涂在嘴上之后, 它会带给你那种很低调的奢华的光, 这也是我非常喜欢这一支染唇蜜的原因吧, 所以这支也强烈推荐给大家, 对,808号, Dior的新的小口红, 如果是网上断货不好买的话, 可以等一等, 或者你就去Dior的那个boutique store, 它一定都是有的, 对, 最后一支也是一支比较老的产品了, 就是Bobbi Brown的, 它的Crush Lip Color系列里面的这支叫做Ruby, 这支颜色好像之前也跟大家说过很多次了, 这支其实就是不分季节, 我什么季节都喜欢用它, 因为它就是比较, 这支, 它比较有气场的一个颜色吧, 但是不会就是又不是那种着色力非常强, 它就是那种比较清透的有气场的红色, 所以平时开会啊什么之类的, 我觉得涂这支还挺挺得体的, 因为它不会让你显得非常的盛气凌人, 但是又给你多一点点的气场, 所以我其实工作的时候蛮喜欢用这一支口红的, 尤其是开比较重要的会议的时候, 所以这支也推荐给大家, 无比Bobby Brown的, 好, 这就是九月份的爱用和推荐了, 新的一周又开始了, 希望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 记得关注我的频道, 去关注我的Instagram, 所有的信息都会在下面的信息栏, 哦, 还有新学会了一个叫Rend the Bell, 就是你如果不点一个小铃铛的话, 我上传视频, 大家是不知道有更新的, 如果不Rend the Bell也没关系, 希望大家能经常来看我的频道, 欢迎给我留言, 点赞, 然后跟我多多交流, 还是蛮期待跟大家交流的, 好, 那就这样, 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